總統蔡英文到新北參與黨務活動 嘴上沒多說 但用具體行動關切雙北疫情重災區 全國的防疫工作 總統都非常的關心 總統也打給新北市醫師公會的 羅俊軒醫師 新北市醫師公會 也跟指揮中心有做一些協調 去了解蔡總統 19號致電台大吳明田院長 新聞在兒童醫療部分擴大量能 另外也打給新北醫師公會 羅俊軒 請他協助新北第一線基層醫師 跟篩檢調度 羅醫師還原電話中蔡總統關切的內容 但新北市府還是有意見 蔡總統關注兒童醫療量能 回應目前疫情比較緊張的部分 除了致電台大 也轉發前副總統陳建仁的影片 關注兒童疑似症狀 注意事項 陳建仁強調接種疫苗很重要 孩子出現發燒咳嗽 喉嚨痛症狀先快篩 用五大面向告訴大家如何與病毒共存 一起度過疫情嚴峻期 在這位黃大鳳 鄭海中 SNN小組織媒報導 致電台大廈 六大廈 入職 很有